《土壤力學實驗》 直接簡力試驗 直接簡力試驗儀器分別介紹 1.簡力核 2.直簡儀器 3.量測系統 1.簡力核包含 上與下簡力核 加壓板 固定螺絲釘 間隙控制螺絲釘 透水石 夾土板 2.直簡儀器包含 垂直載重 垂直側微計 橫圈 水平側微計 3.變速箱 3.量測系統包含 垂直辨位 水平辨位 簡力 簡硬辨控制面板 4.試驗步驟分別為 4.試體準備與安裝 5.直簡儀安裝 5.試驗開始與記錄 5.試體準備 2.量測直檢核 試體直徑 D 2.量測一片夾土板的厚度 S 3.量測一片夾土板的厚度 S 5.使用螺絲釘固定在一起 S 5.分別先放入底板 下透水石 與下夾土板 放入简粒盒中 5.夾土板牙紋面 須朝上 並將擺放方向 與简粒方向 垂直 5.使用游標卡尺 量測其高度 至上核頂部 H1 5.倒入砂土樣品 S 5.倒入砂土樣品 S 5.使用工具 將土面鋪平 S 5.放入上夾土板 牙紋面 朝下 並將擺放方向 與简粒方向 垂直 5.量測其高度 至上核頂部 H2 5.將 H1測 H2測 H2測 S 可以得到土樣品質高度 H 5.放入上透水石 與加壓板 5.安置於简粒以上 5.放入上透水石 與加壓板 5.放入上透水石 與加壓板 5.安置於简粒以上 3.摺檢儀 安裝 5.� Future- gains 5.掛上加壓架 3.掛上加壓架 1.掛上加壓架 5.ป 使其接觸試體加壓板 在剪硬變控制面板設定剪凍速率 使用1.2mm over mini 的剪凍速率 用手慢慢轉動齒輪 使剪立核與橫圈接觸後停止 並將手動變速的齒輪卡榫 扣上自動減動速率齒輪卡榫 拔出固定上下核的固定螺絲釘 將指定重量的砝碼掛上加壓架 試驗開始與記錄 將垂直變位、水平變位與簡力值歸零 啟動變速箱 開始施加簡力 每10秒記錄垂直變位、水平變位與簡力值 停止試驗的決定因素 在簡力值呈現趨勢情況分別為兩種情形 一種會有尖峰簡力值 之後連續降至少5點 才可關機停止試驗 另一種無尖峰強度 記錄至變形20%時 即可停止 解除砝碼載重後 退出簡力核 清出核內的土 重新重複以上的步驟 使用三種不同載重 本試驗使用10、20、40公斤的砝碼 之正向硬力 完成簡力試驗 一般而言 三次試驗即足以求出 疑破壞關係線 求得簡力強度參數